这里江中鱼货仙 有鱼了 这是什么鱼 这是大野鱼 什么 大野鱼 大野鱼 对 你说的是我吧 这里山上蜜桃田 桃特别甜 很多年没吃那么甜的桃了 这里的荷塘即可关花收莲蓬 您这一亩的话能有多少钱的收入呢 它也是下几多四千左右 又可养鱼助增收 同时可以增收吗 增收 增收两 多少钱 两千 两千六左右吧 真好啊 今天的生财有道 我们一起走进 广西壮族自治区的陆寨县 各位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生财有道节目 我是天孝 那今天呢 我们是来到了广西的陆寨 此时此刻 我所在的这个地方呢 就是陆寨的江口码头 大家可以看到 整个的周围的环境呢 非常的优美 阳光普照 波光灵灵 那今天在到这之前呢 我就提前约好了一位当地的这个老渔民 蔡大姐啊 我要让蔡大姐带着我 在这个江面上出船打鱼去 你看蔡大姐来了 如约而至 蔡大姐 你好 这都准备好了 今天天孝来到的江口码头 位于陆寨县的江口乡 顾名思义 江口因这里是柳江与洛青江的交汇处而得名 这里因江而立 生态环境优越 渔业资源丰富 每到禁渔期过后 江口的渔民们便投入到开渔期忙碌的捕捞当中 我们昨天晚上下的沟 下的什么昨晚上 下的网啊 不是网 是钓 昨晚上下的长江钓 是一根一根线啊 对 一根线钓下去 然后那个鱼放下去 咱这个水里头都有什么鱼啊 鲤鱼 还有那个蓝刀啊 黄蜂鱼啊 这个是草鱼啊 还有那个鱼嘴 要是大个的能有多大呀 二三十斤的那个黑鱼 在江口乡 像蔡大姐这样的渔民有109户 他们祖祖辈辈在这里靠打鱼为生 打上来的鱼除了自己家用外 其余的便用于售卖 从业二十多年的蔡大姐 无论是聊经验还是谈技术 那都是行家离手 今天她带着天孝去江中收鱼 将会有怎样的收获呢 有鱼了吗 还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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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鱼了 这是什么鱼 这是大眼鱼 什么 大眼鱼 大眼鱼 对 不得是我吧 这个鱼一般怎么吃啊 煎 煎口里面去跑一下 现在船是在开着的吗 自开 自动驾驶啊 不需要人呐 啊 哈哈哈哈 这是老手渔民呐 自动驾驶 来个飞 来了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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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呦呦 这个大一点啊 来了来了来了 这是什么鱼 黄蜂鱼 黄蜂鱼 对 来看看 死 快看 死 叫黄蜂鱼 对 那这个鱼怎么做比较好 一般怎么做 清蒸 煮汤都可以 又来了 绳子在抖啊 再抖再抖 来了 这条大呀 哎呦呦呦 瞅起来 瞅起来 这样啊 这条大呀 这是蓝鱼 找什么 蓝鱼 收线短短十几分钟的时间 便有不同品种的鱼 被相继掉出了水面 接下来还会有更大的惊喜吗 有了吗 有了 这个快呀 这是什么鱼呀这是 那是红眼 红眼鱼 红眼鱼 对 哦 这这么大个呢 对 有一斤吧 一斤这条 还有可以大的 还有可以大的 还有三斤的 还有三斤的 那这种鱼怎么吃一般 这个 鱼生 鱼生 哦对 哦 那像这种鱼要是从您这卖的话 得多少钱一斤呢 15块一斤 红眼鱼 哇 真大 在天然的江河里捕鱼 不仅要技术好 经验多 还要运气佳 不论鱼货收获多少 蔡大姐脸上始终显露着开心且满意的微笑 咱们这个鱼要是收上来的话 您是往外卖是吗 对 卖 通过什么方式卖出去啊 卖给谁啊 收鱼的老板 收鱼的老板 那像平均这一天能有多少钱收入 卖这鱼 很难收了 一两百 一两百 那像这一年的话能有多少天可以下来打鱼 一年啊 那不是 15多月 三个月到 有五个月啊 有五个月 有五个月 修鱼不给打 是修鱼不能打啊 那么这五个月 像这一年的话平均下来 这打鱼能有多少钱收入啊 可能多了 两万也有 三十万也有 两万块钱 三四万块钱都有 对 江口渔民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 已延续了几倍人 再加之 这里自古以来 便是柳州连接南北贯穿东西的交通要道 常年的历史积淀 让这里形成了独有的渡口文化 和瑜伽文化 自足以来呢 我们江口这个地方呢 就是地理位置的 在我们柳州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的 历史上都是一个很繁荣的渡口 原江的两岸上啊 形成了一些商业 从冯朝开始就有了 特别是到明清就比较繁华 这个老街上面还留有一些老的商号 像越东啊 还有从湖南那边经过林区 到我们柳州的一些商船 也经过我们江口 也在这个江口老街借了商号 虽然说是个小鱼村啊 但是呢 一直以来都是很繁华的 不只是这些文化 在我们江口也发觉有这个南北朝时候的文物 还有这个清朝的 就等于其实这个展示馆承载的是咱们这个江口 它的一个历史的信息 当地人的生活信息 风土人情信息 等于是这样的一个展示馆 小小的展示馆 不仅记录着江口悠久的历史 也承担对这里的瑜伽文化的保护与传承 体验当地的瑜伽文化 除了随传在江中捕捞鱼货外 探寻这里的特色瑜伽宴 也是必不可少的 这大鱼 这是鲤鱼啊 鲤鱼 鲤鱼是吧 那也是咱们这江里头的吗 是柳江河的 这个头这大 这得有多少斤呢 这个有七八斤 七八斤 像这种七八斤的常见吗 很少的 很难捞捕上来的 这鱼放到菜板上 我感觉好像看着更大了 对啊 七八斤的柳江鲤鱼确实难得 既然难得 陈师傅自然是一点一滴都不会浪费 有着三十多年 厨师经验的陈师傅 一鱼多吃 可是他的拿手菜 这也是最能实现 物尽其用的烹饪方式 今天这条柳江鲤鱼 能做成几吃呢 那这鱼如果您今天要做的话 这怎么做呀 可以做八种吃法呀 都做哪八种啊 您给你说说 椒盐鱼鳞啊 多角蒸鱼头啊 还有鱼骨啊 鱼奶啊 姜葱花鱼片啊 还有酸菜焖鱼啊 您上来第一个就说是 椒盐鱼鳞是吧 对 这鱼鳞也能吃啊 能吃啊 挺爽口的 爽口是吧 那您开始吧 去鳞 分割 剔骨 片肉 手法咸熟的陈师傅 很快便把八个菜 所需的食材 按量分配好 而接下来的第一道菜 便是天校最为好奇的 椒盐鱼鳞 我头一次见 这鱼鳞还能吃呢 首先要把刮下的鱼鳞 进行腌制 加入椒盐 白糖 鸡蛋 一并抓匀 之后加入干淀粉 将粘连的鱼鳞搓开 把它一片片的分开嘛 不要把它粘在一起 粘在一起 等一下就不酥脆了 就每一片都散开了 不会粘连到一块去 对 食材料理好后 开火 倒油 油温达到五成热食 便可以将腌制好的鱼鳞 均匀地洒入锅中 这一片鱼鳞 这一片鱼鳞 过油它就卷了 它好像会发起来的 过里面是一片鱼鳞的啊 你拿到什么时候算好了 把它扎到金黄色就可以捞出来了 所以不用放别的了是吧 看得太开心了 炸一下 再炸一下 炸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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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炸一下油温 给它高油温 再炸一下 它就酥脆 鱼鳞炸过一遍后 还要高油温复炸 这样更可以保证酥脆的口感 待鱼鳞复炸至金黄色后 捞出装盘 陈师傅告诉我们 一鱼多吃是江口的特色 而江口的各个鱼加乐里 都可以吃得到 虽然各家的做法和味道不尽相同 但江口的鱼好 怎么做都是香飘四溢 都能让人垂涎欲滴 为什么把我拉到这个地方来 我看您这放着鱼呢 放着锅呢 吃这种我们最尊重的 就像和黄蜂鱼 原汁原味清水煮 就放一点姜葱就得 那就是这样的一种吃法 是吧 诶 品尝到这个黄蜂鱼的原汁原味 进而品尝到咱们这个江里头的 这种江鲜的原汁原味 那这种吃法 是不是咱们这很多年就有这种吃法 一直都是这样吃 最开始就是从渔船开始 就这样吃 就等于捞上来了 马上就杀 马上放过去煮 把它最鲜的味道锁定下来 清水黄蜂鱼 制作方法非常简单 水开后将新鲜的黄蜂鱼放入锅中 煮至五分钟后 撇掉血沫便可享用 这是最能直接吃出鱼的本味的做法 也是当地人对食材新鲜程度自信的体现 要看它什么状态了 算是这个鱼就好了 加一下 加一下 加半了它就少了 我尝尝啊 看上去这个汤色其实很轻啊 当你盛上来的时候呢 你就会发现香味扑鼻的一个感觉 确实很鲜香的味道啊 尝尝鱼肉啊 嗯 鱼肉特别有韧性啊 而且呢 它有韧性 你吃到嘴里呢 它就会有分量的感觉 它这个鱼吃上去一点都不油腻嘛 非常清爽的一个感觉 但是清爽又不湿鲜香 很鲜很鲜 尝一口汤 汤再喝吧 汤再喝啊 原汤化原食 汤必须再喝 哇 好鲜 嗯 是真正的鲜味啊 这汤都不舍得喝这个感觉啊 就感觉像一小口一小口喝 才能够把每一滴鲜味啊 都品尝到 如今 随着江口文旅农旅产业的悄然兴起 不仅在江边可以品尝到鲜美的江鲜 山上还可以采摘到香甜的水果 摘了多少了这一块大概得有 看那个四五君 你觉得这炒怎么样呢 口感很好 我刚尝了一个 嗯 又甜又细腻 我看您这采的满头大汗的 开心 开心 啊挺开心的 出这么多汗也开心的 开心 嗯 这个地方怎么样 就这里了 很美 啊 好特别甜 很多年没吃上那么甜的桃了 游客的频频点赞 让这片桃园成为了江口 消下游的新亮点 您这每天都这么热闹吗 对 每天都这样 每天都这样 就不分周六日啊什么的 不分 不分 每天都有人来 有有有 整个这块有多大面积啊 三百亩 三百亩 啊 这都是您自己种的 这是我们合作社种的 合作社种的 对 等于您是等于合作社带头嘛 对对对 咱们这桃子这叫什么品种 叫什么桃子 这个叫鹰嘴蜜桃 鹰嘴蜜桃 对 为什么叫鹰嘴啊 它的形状啊 像那个老鹰的嘴巴一样 哦 那咱们这桃子它有什么特色 有什么特点没有 第一个是桃毛嫂 第二个是耐厨印 第三个是炕汗 第四个呢 我们本地桃是六月份 它上次是七月份 错开这个 错开的话对您销售有好处吗 肯定有好处吧 因为大家都是同类品种 少一点竞争 那味道上 比方说口感上有什么特点没有 口感是清甜爽脆的 甜度高 鹰嘴蜜桃不是本地品种 2018年 叶朝军被村民们退选为村民小组长后 看到村里的丢荒地多 且多在山坡上 如何利用现有资源 如何做到因地质疑 如何在此基础上增加村民收入呢 为此 叶朝军经过对多个种植项目的考察对比后 最终从广东省和园市将鹰嘴蜜桃引入并种植 从广东引进过来到现在是几年了 三年 三年的时间了 等于那今年是第一年收获 对 那咱们每年从什么时候开始可以收获鹰嘴桃 它的收获期有多长时间 我们每年的鹰嘴桃是七月份上 才在七十二十天 现在母产情况怎么样 母产情况现在是第一年 就是两千斤左右 第一年是两千斤 什么时候能到封产期 五年 五年 五年那个时候呢 五年封产期是三到四千斤 作为当地唯一的鹰嘴蜜桃种植基地 从品种的引进到如今的第一个采摘季 三年的时间 叶朝军和社员们在发展特色产业的道路上 走出了稳健的一步 我们这个果啊 三个等级 一百克以下的呢 就是叫小果 一百克到一百五十克叫标准果 有个特别果 就像这种 三两以上的 叫一百五十克以上 一百五十克以上的 我给大家都拿一个对比一下 你看看啊 这等于是 你看这就很明显 是吧 像这个卖多少钱 现在四种就是三块 这个呢 这个是六块 这个大的呢 八块钱 八块钱一斤 我尝一尝行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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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吃了 你看 汁水都流出来了 水分足很甜 然后呢 脆 是皮脆 肉还是很绵软的 太好吃了 这个 这多少钱一斤 这个八块钱 八块钱一斤 像您 今年这个收获了 是吧 第一年收获 整个产量能够多少 今年产量 有一百米挂过 产量是二十万左右 二十万斤左右 那么今年这个 总的这个产值 大概能够多少钱 一百万 那现在咱们都通过 什么样的渠道 把它卖出去 通过那个电商 还有批发商 还有那个商商 那么我看 咱们不是还有这个客人 来采债吗 那自采 自己采的话 怎么收费 自己采是十块钱一斤 十块钱一斤 反正你采多大多小 都是十块钱一斤 不同的销售渠道 让蜜桃见到了收益 合作社的社员们 也最先尝到了甜头 租了几亩地给合作社 十几亩 十几亩 这一亩地 一年租进多少钱 一年三百 一年三百块钱 那这十几亩地 这一年靠租进 能有多少钱收入 都有四千多五千 四五千块钱 再加上您这打工呢 在这里头 一年一万多 这样一年一万多 那您在这合作社里 这一年 再有个两万块钱 左右的收入了 这收入怎么样 您觉得 还可以吧 还可以 对我们能不能说 还可以了吧 可以了 中渡古镇 是陆寨县近几年 着力打造的旅游特色小镇 此时 这里花开正当时的 八百亩和堂 最为引人入胜 这些脚拔不出来 走得不太习惯 太长了 太长了 我这里是里头举步危险的 这个 我看咱们这一片 荷华堂的面积很大是吧 周围全都是 咱们被荷华包围了 现在看见了 这个区域 都是八百多亩 全是合作社的管理的 这个 全是种的这个 全是种了这个太空脸 太空脸 那现在他们在这干什么呢 我看好多 哇 他们在采联棚啊 采联棚 卖个油壳 是两块钱一朵 两块钱一枝 两块钱一枝 再一个的话 我们这样 我们抢家的是这样的 就是卖给商户 就是四块 三块五 到四块钱一斤 就是这个熟的熟透的 生吃吃不了了 生吃吃不了了 就只能作为这个商品来加工 加工 加货在市场上卖了 有没有能吃的 您掐一个 我会 能吃的 这个 你还有吗 有有有 这边 你看啊 这个这个 这个 这个就是水果脸了 掐了一个 尝尝 这个是你看看 这个不苦啊 都不苦 尝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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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口味怎么样 很好吃 脆 然后还有清香味 然后呢 我觉得还有微微的甜味 就是它一点苦味都没有 肯定了 那我想问问您 现在您这个 母产莲棚能有多少呀 一千二一千 下左右 一千二到一千三百斤 莲棚 您这一亩的话 能有多少钱的收入呢 大概也是下 下几多到四千 左右 荷塘中除了种莲花 收莲棚外 水下还另有内容 怎么样 看着鱼感觉多不多呀 哦 看着鱼感觉多 人家地龙的有多长啊 哦 有十多米 地龙啊 哦 有有有有 有鱼啊 哦 哦 天都鱼啊 哎呦 哎呦 龙虾也有啊 哈哈哈哈 来来来 龙蜜放哪 就放在上面 哎呦 哎呦 快 哎呦 哎呦 有一块龙虾 还有个小龙虾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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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啊 看看看看看看 真是很新鲜啊 很新鲜啊 一般都长这么大吗 荷花鱼都是这么大的 我一条我看看 哎 看 一般都长这么大啊 哎呦 二两虾两 二两虾 在市场上卖 十块钱一斤 那您有没有算过 像您这一亩荷糖的话 能收多少金鱼呢 一亩的话 两百多三百左右 其实也为您这个 连鹏这项产业 它同时可以 增收嘛 增收 增收 多少钱 两千 两千 两千六左右吧 哎呦 真好啊 不难看出 这种荷糖养鱼的 立体种养模式 在提高荷糖 使用效率的基础上 也增加了 单位面积的产出效益 荷花的观赏期 和连鹏的采摘期 从每年的六月开始 九月结束 三个月以后 这里的荷糖 又能拿来做什么呢 都是种这个油菜 油菜花 哦 种油菜花 对 要种油菜花 油菜花种到什么时候 十一分钟 要种完 它开花的时候 是春节的时候 那等于是油菜 种油菜花 这部分还能够有收 对对对 油菜花种完了呢 又是太空里了 一年一年 一年这样是有关系 一直都不停的 不停 那您这个合作社 从2016年成立吗 到现在有五年走的时间 是吧 到现在经营状况 发展状况怎么样 还可以吧 太空里是800多亩 我们收入的 就是300多半 透映这个荷花里 50多亩 收入也是十来多 冬天的时候 就是油菜花 700多亩 就是70多半 还有一个我们是 花茶的那个花茶 它这个品种是九顶香雷 这一块一年能有多少钱收入 是40多半 你看这一块又一块的收入 就让人欣喜高兴了 那您等于是这个合作社 每年马不停的都在忙 那其实收入能分成好几个部分 总的这一年合作社的收入 能有多少钱 是吧 从种植品种到种养模式 再到全年对土地的利用 800亩的荷糖 通过合作社的形式 管理和运营 让特色农业成规模 让百姓增收有依托 不仅如此 这一特色农业 也成为了中度旅游 新的打卡点 随着当地农业观光游的不断升温 作为致富带头人的罗大哥 在荷塘边建起了民宿 经营起了农家乐 农家乐的主打菜 都是就地取材 让前来的游客 能够吃的有特色 住的有景色 为什么当初想要建这个农家乐 我们建这个农家乐 第一个是考虑游客 方便吃住 还有我要自己要大动 每家每户的 我要大动他们 做农家乐起来 现在我是做第一家 咱们这附近 整个这个区域 大概有多少家 您带动起来的 目前还是没有 说实在的 断民里肯定有两家家起来的 这等于是他们看到你做 心已经动了 现在我已经有了收入了 他们都知道了 怎么抓起来 经营状况怎么样 收入情况怎么样 去年的农家乐 收入有90多万 90多万 加上民宿 有30多万 总共是120多万左右 广州 被杀了 去哪里 广州 都不行 大家 就 这 都不行 好 就